嗨,大家好,今天呢,我的这一颗杂交风蓝蓝鸟盛开了 它就是这样一颗一串花絮上开很多朵小巧别致的小花 一只,就像一只一只的正吃欲飞的小鸟一样 确实是花如去明 那么它在它的花瓣上是一白色的底,洁白无暇 然后在唇半尖端有一些蓝紫色 像不像一群小鸟正吃欲飞 仙气飘飘的感觉 而且它的香味也非常的不错 是典型的那种日本风蓝的香味 但是同时呢,它因为开花量比较大 所以更加的亲人心脾 你看单独的一朵花看起来真的像一只蓝鸟 那我想顺便跟大家谈一下 怎么把板值的兰花转为盆栽 我想大家肯定会发现有很多板值的兰花都很美丽 但是呢,又苦于没有时间对它进行 经常喷水在它的根部和叶面上 我就没有这样的时间 所以我就把它转成了一个盆栽 那其实很简单 我就直接把这个板值的兰花放到了这样一个 淘土的瓦盆里面 因为它的透气性非常好 我会在底部垫一些石头 并于它沥水 然后呢,在上面用一些粗大的树皮透气 然后表层放一点点水苔 这样的话,水苔帮助它吸收空气中的湿度 我一般是采取 你看这个根长得多好 我一般是采取一个礼拜呢 给它泡一次水 在这个水里面呢 比较淡淡的放一点肥料 就是这样 然后它就会长得很茁壮的 泡水呢,就泡那么高就好了 让它的质料呢充分的吸收水分 我一般会泡过夜吧 周末的时候泡过夜 第二天拿出来就好了 然后它是放在有散色光的地方 它就会长得很好了 它的叶片也是非常的翠绿的 我觉得这样养护呢 是没有问题的 就不用担心它缺水啊 也不用担心烂根 我另外一株大花的万代蓝 紫色万代蓝也是这样养护的 也挺成功的 我会把那个视频放在下面 然后链接放在下面 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这是这个蓝花的名牵 如果您觉得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找来种植一下 我觉得还是挺值得拥有的 特别是如果您喜欢 特别是如果您喜欢 这种小巧别致的花 又喜欢有香味的话 那我觉得您真的可以买一颗来尝试一下 非常的亲手友好 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些小巧的花朵啊 非常的捷径是不是 感觉在这样一个夏日里面 闻到这种香味非常的提升性了 谢谢大家观赏 下次再见